看 在这个房顶 我发现了失踪几天的蓝雀 他看到我了 居然没有马上飞下来 看来他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说明这家伙目前 已经不用靠捡垃圾为生了 他在房顶玩得很淡定 而且那上面应该是他放了什么东西 可能是在瓦片里面藏的食物 正当我回来了一会儿之后 居然发现这家伙悄悄地在门口偷水喝 说明这个家伙进步还是很大 现在气温非常高 在外面找不到水的时候 他还知道悄悄地溜回来 尽管他现在飞出去 有时候几天都不回来 我伸手给他捏脖子 他还是非常配合 在太阳下面他把脖子伸着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到他的大耳栋 最近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 这个水都晒热了 难怪他在这里不走了 还有这三个小家伙 一直围着我叫个不停 他发现了盆里面的泥丘 这是早上在市场买的 准备给他们加餐用的 南雀发现了之后直接飞过来了 那三个小家伙吓跑了 好 我感觉这两条泥丘很快就会被他抓住 他的伸手非常敏捷 这个泥丘也很狡猾 跑得非常快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他又在等合适的机会 好 这次他瞅准的机会 一下子就把泥丘抓住了 哎呦 这个泥丘竟然逃脱了 很快又被他制服了 泥丘非常滑 一般的时候用手的捏不住他 可以想象这个南雀的咬合力 是非常强的 你看被他抓住了之后 这个泥丘基本上没有机会再动弹了 而且他有点像小狗一样的护士 叼着食物到处跑 最终他选择把食物叼上了房顶 可能在这上面才是他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 这种鸟不仅猎食本领强 而且他也非常狡猾 如果你也喜欢大自然里面的鸟身百态 记得点赞关注